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2012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辩论会的第三个阶段 由三位参选人依照先前抽签决定的顺序交互结问 首先由马英九先生提问另两位参选人分别回答 接着由蔡英文女士提问另两位参选人分别回答 然后再由宋楚瑜先生提问另两位参选人分别回答 每位提问的时间是一分钟回答的时间是两分钟 现在就请马英九先生提问时间是一分钟 蔡主席你在你思论当中说站在你前面的是蔡英文不是陈水扁 这是没错 不过你忘了告诉我们站在你身后的许多人都是陈水扁的团队 蔡主席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特别强调他的竞选团队不一定是他的执政团队 事实上如果你的竞选团队有这么多人涉案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起诉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团队呢 对民众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同样的民进党不分区的名单当中有一位走路工被判刑的先辞掉了 后来有一位内线交易被判刑的有一位背信被判刑的有一位贪污被判八年的 蔡主席还告诉大家最好的名单比国民党还好 请问他到底好在哪里啊 民进党提出了这个不分区名单社会的观感真正不佳 蔡主席你还觉得是好的名单吗 宋主席您觉得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我要告诉马英九总统 你做总统也做了一阵子了 你做党主席也做了一阵子了 你应该知道一个团队的好坏 一个团队是不是有效率 一个团队是不是清廉 最重要的是他的领导人 如果这个领导人能够有效的带领 这个领导人能够确保清廉 这个团队就是一个清廉的团队 所以我要告诉马总统的是 民进党在2008年以后 我们重新检讨 我们重新站起来 我们的政党的财务 全部都是用小额捐款 我们是人民用1.1滴的小额的募款 小额的捐款来支撑起来的一个政党 我们更珍惜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更会记取教训 我们也更会去跟人民在一起 照顾这个社会的弱势者 真正的问题是在领导人 如果马总统说 我们有些人有司法案件 那这些司法案件就应该由这个司法来处理 而不能够把它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如果说几个人 你就把它集团化 那我要问马总统 国民党里面有多少人涉及到会选 有人涉及到买票 这么多的人 有牵涉到这么多的重选的情况 那马总统 你有没有想过 你带领的是一个买票集团 你带领的是一个会选集团 那你要怎么样跟台湾的社会来交代呢 所以重点在领导人 他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团队 蔡英文的团队 一定是清廉 一定是有效率的团队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对不起 时间是两分钟 马主席刚刚所提出的问题 我确实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深思 蔡主席 我们大家都对您来主持民进党的党务 给予很高的期待 但是有两件事情 确实像马主席所说的 那就是跟匾办老是纠缠不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大家都对您感觉到很忧虑 第二个就是你对两岸的问题 常常也是被匾办在那边纠缠不清 所以这给我们很大一个教训 就是马主席您也一样 那就是我们小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不是只有立法院的团队的不分区名单 而是整个的一个执政的气势和团队 2000年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那个人民唾弃黑金 给大家一种期待 让民进党执政 2008年同样的 大家也给您很大的期待 那就是政府的团队 那就是政府的团队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应该有的效能 那就是该很多事情去做的 不是靠不分区几个亮丽的名单 可以来掩饰好多对于弱势族群照顾的很多问题 该去做的 不是靠下一次我们的立委名单 这几个这个样板 而是真正要拿出政策方向 把这个事情做好 问问立法院的党团 国民党的好朋友们 您在重大决策的时候 被问到吗 您有参与吗 这才是大家觉得 什么叫团队 团队是一种信念 是一种集合 最重要的是对于人民的托付 不会忘记 请蔡英文女士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谢谢 马总统您上任以后 快速的拉近了政府跟中国的关系 但是马总统跟在野党 跟台湾人民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而且这个距离还大过台北跟北京的关系 马总统你为什么在九二共识等重大的议题上面 经常和中国的领导阶层唱同样的调 却用恫恶性的语言来否定民进党的主张 本事同根深 相间何太极 台湾人无论是先来后到 大家毕竟是一家人 难道不应该先建立起台湾共识吗 如果你对不同不独不武 一中各表这么有自信的话 那你不能够把它拿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建立台湾共识吗 我想请问马总统跟宋主席 你们赞不赞成透过民主的机制 来形成台湾的共识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我确实感受出来 我第一次2000年陈水扁当选之后 我去见他在台北宾馆 他从西装的口袋里拿出一个资料 说现在的景气有多好 当时大家就晓得经济正在衰退 好多人失业店铺都已经关了门 我就很感慨的说 总统你离人民很远 同样的 马主席 你很多的亮丽的数字 跟人民实在是脱离很远 你去看看我们国民所得 所谓两万美金 你去问问所有的我们的乡亲 每一个月 每一个人有五万块钱的收入吗 如果有的话就请您快快乐乐的投票给马总统 让他继续连任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给宋楚瑜一个机会 让大家重新找回 深斗小民中产阶级的未来的希望 蔡主席特别提到台湾共识 其实台湾共识很容易答复 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有个真正的共识 那就是我们都是台湾人 今天在场的哪一个人会举手说 我不是台湾人 这不就是台湾的共识吗 每一个在台湾的人都有权利爱台湾爱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共同的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爱台湾之外 要了解台湾人坚持的是什么 台湾人坚持的就是当家做主的那个基本的要求 台湾人核心价值的坚持 台湾人真正不愿意跟对岸变成兵容相向 我们应该要和平相处 这就是台湾人的共识 台湾人真正所期待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和平相处 让下一代的人能够活得有尊严有繁荣的未来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刚才蔡主席说我们来绿两党的距离 似乎要比我们跟中共的距离要来得更远 这个话是我第一次说的 很早就说过了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过去两年三年多 我一直希望能够跟蔡主席见面 可是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 一直到去年四月才有机会跟他来辩论ECFA的问题 以前他都不愿意跟我谈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公开的场合 愿意跟我谈 而且愿意谈一中个表 这些议题太好了 这真是空谷足音 穷然而起 我希望是不是等到我当选之后 我会邀请蔡主席跟我们一起来谈 有关一中个表 有关三部的议题 让我们一定一起来形成真正的台湾共识 我想蔡主席应该了解 我们的三部 不同 不独 不舞 是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 因为在我们任内 不谈统一 在我们任内 不搞台独 在我们任内 不用武力 用这样的方式 来形成的共识 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来跟大陆在谈 我觉得立场是非常占得稳 而且最重要的内容很明确 一点都不含糊 不像什么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到底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 我现在讲的每个人都懂 同样的一中个表 这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你今天出来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难道不能够承认中华民国吗 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承认 那你在竞选什么呢 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 能够邀请宋主席 蔡主席 大家一起来谈 秉持蓝 秉气蓝绿的成见 一起来好好的商讨出一个 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台湾共识 然后我们以这个做基础 再来跟大陆商讨相关的问题 这点我非常非常的赞成 不过到时候我的邀请 蔡主席你可不要拘于拘于 请宋楚瑜先生提问 时间11分钟 请问下一个世代 是西端运算的世代 西世代的产业 例如食品安全 农业 产销 健康 医疗都势必要运用云端的科技 政府应该先把基础的建设做好 过去蒋经国先生 盖高速公路 现在我承诺 将来要建设网路高速公路 我主张中华电信把频宽还给人民 收费减半 速度加倍 必要时把公司拆解 避免垄断 保障民众的权益 大陆上海一夜之间 网路速度就可以翻了十倍 过去12年 你们两个党都曾经执政 却都做不到 请问马主席 蔡主席 你们两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我很高兴宋主席非常重视资讯的基础建设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代 前四年推动网路新都 后四年推动无限宽频 现在使得台北市是全台湾 宽频运用最广的城市 因此我很早就开始希望 把这个M台北变成M台湾 当然现在中华电信最近降了几次价 但是在网路的使用者来讲 还是有很多不满意 所以我在这个今年元旦的时候 提到这个百年生机 除了提到要保护环境以外 另外一点讲了就是网路 希望能够速度更快 价钱更便宜 使用更方便 就在不久前 我们行政院把所有中央机关 2500个单位的公共区域呢 都开放成为无限宽频 现在实施从10月多以来 成效还不错 我们还会继续来扩大 这个网路的竞争力 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一方面推动这个 一方面推动高画质的电视 数位汇流 这些东西呢 凭良心讲 大陆有些地方做的确实是比我们快 我们应该要急起直追 那在这方面来讲呢 其实过去民进党做的非常不足 所以我们上任之后的 拼了老命来做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因为各种条件 还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 这个我愿意检讨 这个部分呢 我也愿意接受宋主席的建议 我们花更多的力气 希望所有这方面的建设 就照我年初所讲的 更便宜 更快速 更方便 因为网路的竞争力 就代表着国家竞争力 这一点宋主席 我非常支持您的看法 也希望蔡主席一起加入 我们一起来推动 网路不分蓝绿 都是为了台湾的竞争力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 我们的科技政策 讲得很清楚 上网是一个人民基本的权利 所以政府必须要把这些 基本的网路 还有它所有的基本的建设 能够确保人民有上网的自由 能够有上网的合理的价格 跟权利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电信的产业是没有错 出现过这个中华电信 长期以来因为它是国营事业 也长期以来它是一个独占事业 所以它在最后一里路上 它是真的有独占权 但是我们这个独占权 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独占权 这个我们要来思考 技术是每天在进步的 在进步当中 它可以解决很多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对于 中华电信的独占权的处理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拆解 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剧烈的手段 我们还可以再来好好的考虑 重点就要让消费者 能够没有障碍的使用 而且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另外一个我倒是觉得 除了整个网络的剑步以外 我也知道台北市政府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一般人觉得不足的地方在那里 就是内容产业 如果你的有一个网络 有个宽屏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没有内容的产业 那你也是白白的是没有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一个内容产业 我们要让它能够蓬勃的发展 另外刚才宋主席讲的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政府的施政 其实都要由这个科技来支援 让我们的政府的效能可以增加 让我们的政府在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运作上 有科技的协助会有更有效能 那么这个政府做了四年 我们在这方面真的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进步 而且效能一直在受质疑 接着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参选人交叉结问 回答的顺序会对调 请马英九先生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蔡主席 你也主张土地正义 所以说你也支持农地农用 可是当你的副手盖了一个豪华农舍 你从头到尾不发一遇 你的内阁更在你参加民进党政府的时候 更开放936项大陆的农产品到台湾来 我觉得你这些地方自我矛盾言心不一 同样的你刚刚特别解释 这个你们这个竞选团队不一定是执政的团队 可是不分区名单要提名一些没有涉案的人 有这么困难吗 我们国民党就做到了 你国民民进党不是民主进步党吗 你要比我们进步点才能够符合这个名称 可是你们没有做到 社会上对这点的观感非常的清楚 你有说过国民党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你现在竞选的是不是一个流亡政府的总统 你标榜高格调的选举 可是却用陈寅柱事件来抹黑我 可不可以请你出来说清楚好不好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刚刚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我的 但是呢我必须说 我们这次的选举让全世界都在关心 但是也让我们全台湾的民众在关心 但是两边啊都是在抹黑或者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觉得总统选举的格局是应该谈公共的大的建设政策 所以一方面农舍对不起国民党也有民进党也有都陷到很多不法的情况当中 而事实上是在1999年的时候农业发展条例当时不应该没有限制的去让农舍开放 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这些土地的分割的严重性 让我们在五年之内可能宜兰将没有完整的耕地 十年之内北台湾将没有完整的耕地 在这种全世界面临到粮缺的时候 台湾自主的这个自由安全的粮食只有30% 远比日本的自食少 比美国的120 法国的200要少得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希望他们两个政党能够好好去关心 不仅是农民为什么要改农舍 而农舍的这些法令 要跟我们的农业政策和相关的事情结合起来谈 如果我们选举的时候老是在谈有的没有的 我跟马主席蔡主席都要说一句话 2000年宋楚瑜就是被那个抹黑的 到今天才来给你辩论 本来我应该坐在底下 来等来给你们鼓掌 那就是说抹黑只是一时的 真正我们的民族的光明是永远的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 马总统我真的很期待说 也很希望说 刚才这个问题是你的幕僚听你写的 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真的你讲了那么多东西 听起来不就是口水吗 那我要告诉马总统 其实宋主席讲得很对 问题是要回归问题的本质 它的政策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 做国家领导人的要思考的是 政策有没有问题 制度有没有需要改变 那么人民如果违法的话 是因为制度出的问题呢 还是人民刻意的去违背法律 这才是一个执政者要去考虑的问题 执政者绝对不会拿一个个案来炒作 来抹黑他的对手 尤其对手还是个在野党 所以执政党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检讨政策 检讨你的措施 检讨你在看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疏忽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说我反复 你说我言行不一 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真的说了我很多事情 那姑且不叫抹黑吧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马主席 如果我们在很多的政策 跟很多的思考上面 朝正面去改进 朝正面去改变 这应该叫做一种进步吧 不应该说是一个言行不一 或者是说是一个反复 如果是反复 我倒要问一下 马总统 你在90年代 你是反对总统直选的 可是2008年 你是总统直选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我觉得 这是你要用怎么样一个领导人的心态 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你的文宣部门的心态 来看这个问题 民进党的不分区的有些人 他没有刑事案件的定议 司法还在审判当中 你不能够就进行的说 他们是犯罪的 这个我倒是不能沟通 请蔡英文女士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马总统执政也将近四年了 633跳票也就罢了 但是经济的施政 完全忽视了顾本的最基本的功课 政府举债高达一兆三千亿 财政赤字也创历史的新高 一味强调中国的商机跟两岸的合作 造成赴中国投资的暴增 专业人才被大量的挖角 经济成长一半以上被海外的生产吃掉 迄今我们还看到很多的人民是没有找到工作的 失业力大量用短期的故宫美化 那么迄今还高达百分之四点三 平均薪资回到13年前的水准 拼经济不顾本 只会让台湾不断的失血 日益虚弱 本不顾帮不宁 我想请问马主席 马总统 除了开放 你的顾本的策略在哪里 请问宋主席 你会怎么做呢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时间是两分钟 蔡主席提到我们这个到大陆投资暴增 你讲的是这个期待的金额不是到位的金额 到位的金额没有暴增 跟过去相比相差不多 还有海外台湾接单海外生产 这个增加最快的时间 就是民进党执政那八年 从12%增加到46% 现在目前是50% 我们四年增加四个百分点 民进党八年 从12增加到46 是34个百分点 哪一个对这个海外接单更有效果 看得更清楚 第二个讲到这个薪资 事实上我们的薪资逐渐在增加 确实增加的还不够 但是我们如果经济能够继续成长的话 这个薪资水准就会比对方来得高 还有就是讲到我们的债务 我们现在的债务 这个蔡主席说1.3兆 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债务是为什么花这个钱 主要的是在第一个呢 在金融海啸来袭的时候 我们要扩大内需 所以就大量的推动基础的建设 蔡主席你可能不一定了解 我们对于中南部在这方面 这个给的经费要远超过你们执政时期 在台南市来讲 你们平均一年交通建设给他们27亿 我们一年给他184亿 这给很多 钱从哪里来 就从这些东西来 这些钱都是对未来的投资 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能够创造商机的 所以这个钱花距可以慢慢的收回来 现在我们中央政府的债务的短差 从占总预算的3.5降到3降到2.5 明年会降到1.6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改善我们的财务 但是我们花的每一分钱 用在建设上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不是在留子孙 而是建设留子孙 这个全世界都是用这个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蔡主席是财经人家 应该不会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本顾邦宁要把基础建设建好了 这个国家才有前途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蔡主席所说的应该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政府的债务的问题 一个是顾本的未来发展的问题 民进党执政8年 举债了1.4兆 马总统临执政不过四年 就负债长达高达了1.7兆 就说起来 国家整体的隐藏的债务 去高达了13兆 也就是我们台湾 每一位出生的婴儿 一出生下来 就要背负债务80亿万 这是都可怕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将来要执政 我会说要推动公共债务法的修订 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 绝对不会提非必要的特别预算 来故意规避 年度的举债的上限 特别我要说 这些债务的问题 知识体大 看到欧债的情况 就是过度的膨胀 那个社会福利 所以我当选之后 我会召开财政重大的会议 凝聚我们跨党派的共识 来解决这些多年以来 所发生的问题 第二 那就是顾本 我必须要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 没有好好的去体会 ECFA到底是什么 ECFA其实是个平台 让台湾的产业 可以在台湾试点 然后在大陆上面去发展 然后行销世界 我们要把台湾成为 全世界重大企业 进入到大陆的一个gateway 也是一个hub 也是一个通道 所以因此 我们如何从管理的层面 来把这个ECFA的问题 来重新的去思考 创造我们未来真正的商机 跟未来的产业 这就是靠这次选举来做决定 请宋楚瑜先生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从江国庆案到白玫瑰运动 恐龙的判决和恐龙法官 让民众认为 法院不公正的比例高达了81% 司法改革跟教育改革一样 让人民一听到就害怕 12年来 国民党和民进党 两党都轮流执政 但是人民对于司法改革 却渐渐的失去了信心 不干涉个案 并不表达 是代表了司法的改革 而更让我们社会会失去了公平跟正义 我要请问两位主席 你们如何说服民众 让你们可以去执政 来重建人民对于司法的信任 因为司法是一国家正义的象征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两分钟 我非常同意宋主席的说法 司法改革是一个这个社会 非常非常急迫的事情 司法改革不只是办几个 所谓的大案子而已 司法改革是要让 生斗小民能够得到正义 所以我们的司法改革 必须要让司法变成人民的司法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民 当他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司法会给他公道 司法会给他补偿 如果他被称被告的时候 在整个审判的过程 他能够得到他应有的保护 尤其是人权的保护 这才是真正司法改革 真正的意义 我们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司法改革 我必须要老实讲 我们都用了很多的法律人 尤其是我们的法律专业的人 在主导司法改革 那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司法改革 其实不成功的最大的所在 司法改革它所牵涉到的 有很多既有的利益的问题 也有很多利益分配的问题 也有很多思想差异的问题 那么甚至于世代之间的司法人 他有不同的想法问题 这都需要有一个政治领导人 能够带领的一个讨论的过程 带领的一个协调的过程 带领的一个走向改变的过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领导人 他必须有这个决心来领导这个司法改革 我们的司法改革真的迫不及待 我们的总统 现在的总统 只讲他的司法的改革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干预个案 或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办几个大案 但是这些都不是司法改革 那么我也期待 在我们当选之后 会跟各界一起来努力 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司法改革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宋主席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也是我在竞选的时候 就有提出我的改革方案 首先我们在过去的三年多当中 完成了速审法 因为司法被人诟病 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司法的风气 第二是行政的效率 第三就是裁判的品质 那么风气方面 我们积极地来查办司法界的贪毒 我们任命了这个在司法界 有铁汉之称的一位检察总长 然后大肆地来调查自己人 包括法官和检察官 也有相当的成效 其次呢 我们觉得效率不高的呢 这个有的时候外界不一定知道 只有当事人知道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司法院提出官审法的这个官审制 来让民众参与案件的审判 并且把意见告诉法官 让法官能够感受到民意的期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步 但是还不止于此而已 我们这个还提出了这个法官法 对于宋主席所说的 有一些不适人的法官 不论是因为操守或者专业 将来都有外部机制来参与 这个法官法已经喊了几十年 在我们任内能够通过了 各位亲爱的乡亲 我是经历过刑事审判程序 全部过程的一位总统 我非常了解在哪些地方确实是有些问题 我上任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改革 即使是很小的改革 包括在检察官问案的时候 能够像法庭一样 有个电脑的荧幕能够显示出来 到底检察书记官怎么记录的 这样子现在法院说 需要看一眼笔录的机会 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我们已经努力地在推动司法改革 而且这些改革 都是我在各种场合去推动的 绝对没有说 只不干预个案而已 蔡主席你误会了 第三阶段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